俄罗斯福特加整瓶倒进水沟 美国这间酒吧高调改卖乌克兰酒类 有的店家则把福特加拿去厕所拖地 多州州长更带头下令停售俄国产品 就是要声援乌克兰 即前一天美国 英国 欧盟 加拿大 寄出核弹级金融制裁 日本南韩也加入把俄罗斯踢出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俄国央行及大型银行都遭殃 当地民众大牌长龙 几报ATMT款除了外汇限制 支付转账功能都受影响 卢布对美元狂泄四成 创历史新低 老百姓很有感 叫苦念天 我都在电话上都在电话上 所有的银行团 我已经没有使用了五十年 所以我对我非常厉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除了国际掀起谴责声浪 各界抵制行动也排山倒海而来 欧盟宣布对俄航班关闭领空 并禁止两大克里姆林宫 喉舍媒体不能再为普丁散布谎言 英国石油巨头出售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 近两成股份 全球两大物流公司 连漫快梯和UPS也暂停向俄国和乌克兰的送货服务 此外波兰瑞鼎杰克拒绝前往俄国T氏族预赛 FIFA更不准俄罗斯国家队代表俄罗斯出赛 只能以俄罗斯足球总会名义 连国旗国歌都背禁 尽管二央行紧急调升关键利率至20% 并禁止外资出售俄罗斯有价证券 企图动用手段反制制裁 但全球激烈反正 普丁就算不怕孤立局面 也不得不面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崩溃危机